南投縣印加果生產合作社剪載活動 現場是灌溉雲集 包括立委許淑華 南投市長宋華玲等人都到場祝賀 非常高興我們的好朋友們 成立了印加友的公司 跟我們的大業大學來一起 產觀學一起來合作 我們也希望在大家的關切 跟大家的注意之下 讓我們的民眾真正能夠吃到好油 當然我們的研發也非常重要 品質保證更重要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我們的大業大學 跟我們的這些業界的一起努力之下 真正讓我們民眾能夠吃得放心 南投印加果生產合作社會大大學 藥寶系助理教授李博憲產學合作 研發印加果油製成的技術 印加果油工廠四日正式落成啟用 將以大業大學開發的科學化 製成生產優質的油品 開創農業的新價值 印加果它是一個大極科的植物 它本身還有一些所謂的生物鹼 那如果今天把它做炸油的話 消費者直接食用 可能會有一些所謂的 生物鹼的毒性存在 那每個人對這個生物鹼的毒性 都有不同的一個呈現 反應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今天我們跟合作社合作 我們透過一些所謂的製成的改變 包括用培考 包括用炸油的溫度 時間做調整 得到炸油最適的一個所謂的炸油條件 我們李博憲老師呢 也協助廠商開發產線 符合工廠規範 那進一步呢 把這個農產品做加值 那這個非常符合我們學校 在成立七大基地 七大研發基地裡面 其實就有協助我們地方的產業 還有我們地方的這個公司 能夠做技術的加級跟升值 印加果原產於蜜乳 南投目前種植面積超過100公頃 結合產管學的力量 希望發展印加果為 油品 食品 保養品等 希望增加農民的經濟收益 農民的那補產啊 正常一分地 不超過五千塊 甚至只超過一兩千塊而已 所以一年兩季來說 三四千塊好賺 我們的印加果 它可以生幾年當天 所以它的三農金館 今年可以超過十五萬左右 印加果有工廠的成立 開創加值產品 幫助產業升級 帶動地方創生 大藝人新聞聯想採訪報導